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今天要玩的遊戲是內轉財辦 123成步藏經選機 那上一集是講到 講到什麼 喔 這是我們的那個 九泰 九泰小孩子啊 這是 說了他目睹了殺人的一瞬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後面的劇情 哇 今天真的好險 對吧 千選姐 咦 是喔 原來很驚險啊 可惜我沒看到 真 真修 欸欸欸 事情後來怎麼樣啊 目前已經找到幾個有潛影的人了 再來 只查證據和動機了 哇 這太棒了 根據 續審法庭的制度 明天就是審理的最後一天了 續審法庭 你沒聽過嗎 大概是從兩三年前開始的一種審理制度 簡單來說 因為帶處理的案件太多 所以透過這個制度 來教壞神女的速度 依他這個制度來看 神官三天內就會結束了嗎 嗯 會暫時告一段落 總之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趕快進行調查吧 到底為什麼一代先生要偷走將軍超人的不火窗呢 欸 在不火窗裡面的人原來是一代先生啊 對啊 可 可是一代先生不是在是被害人嗎 為什麼他要做這種事啊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導演他們的證詞後來怎麼樣了呢 當時導演和制度很貪玩 確實在小木屋裡面沒有錯 是喔 但是正因為這樣 放人已經在他們之中 欸 為什麼啊 因為後來發現 案發現場其實在有小木屋的第二攝影棚 欸 剛才反應這麼大 但我好難說話喔 你有發現什麼事嗎 我啊 在當我姐姐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 也沒有辦法發現什麼 真抱歉 不 不會啦 不然我們先向和尚先生打印看看好了 和尚先生啊 呃 離開 你不能先生 你今天很厲害喔 謝謝你 請不要用那種含熱的眼神看我 喔 成文藍哥 原來你也很厲害喔 請不要用那種嘲笑的眼神看我 反正先生 總之 就只剩下明天最後一天了 我們一起加油吧 是 是 如果我在這裡 也幫不到什麼忙啦 哼 其實我也差不多一樣啦 這不是已經好笑的事吧 關於基層小姐 你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資訊喔 喔 你說沒有一個製作人啦 幹嘛這個業界啊 很多都叫他有天才 天才 天才 他來到印度制律場已經差不多有五年了 現在啊 場地沒有人敢反叛他 為什麼 因為他來這邊之後 接連拍出了人性作品 但當時濱臨倒閉的印度 完全東山再起了 而且 而且 什麼 我 我看還是算了 畢竟我一直是聽人家說的 你的導演是個怎麼樣的人 那個人啊 一直都是拍一些小眾作品 但有一天 基層製作人做他的長才 也就請他拍的將軍超人 也因為這樣 與這導演如今就成了自明人事的 所以這導演在基層製作人面前 態度可以說是嚴經濟草 不管說什麼 他都會掉蛋全收 嗯 可以想像得到 那個 我想請教一些一代新城的事情 他以前是個大明星對吧 他好像突然就瞎聲匿跡了 嗯 我也是因為從外他 才踏入這個圈子的 但不知為什麼的緣故 他突然就介入他好工作了 之後他就一直在印度製作廠 這邊創演的一些小作品 欸 為什麼呢 人家一直很期待 我是心情之下的續集耶 英雄先生 他大概是從五年前 漸漸持續巨星地位的 仔細想想 最好跟基層小姐來到印度的十七晚和 五年前 火星先生 請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些將軍超人 我好像沒有印象耶 這些是在遊樂園之類表演秀中 出現的將軍超人 最會死中的小朋友粉絲 看到自己力量收集的喔 看看這些事物 會讓我覺得我一定要加油呢 我一定要加油呢 OK 好 欸 我這是我回選梯 好 好 自便場 當成今天好安靜喔 咳咳 要是每天都這樣的話 這個自便場就一片明鏡了 陳木坦哥 今天感覺好不刺激喔 是 是 是啊 現在的話 跟我偷吃警惟睡羊羹也不會有事喔 如果想去 我去做別你 啊 太好了 太好活著 那個 我想請教關於資產製作人的事 印度的長官 都很看好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啊 現在可說是為所欲為 話中有點帶刺啊 你是不是很討厭那個製作人啊 那個女人的事 活不多的評論 畢竟就被自便場封口了 關於宇宙導演的事情 那個窩囊配基神傀儡 我總覺得他好像喜歡被基神欺負 咦 為什麼被欺負還這麼開心啊 陳木坦哥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 這個我不曉得 關於玉代先生 你這傢伙 今天兩個自然法廳講出那種事情 你知道阿代可是一位大明星 你這樣把他說成脆飯 大神火絕對不會原諒你的 他好像真的生氣了 聽好啦 阿代他啊 他才不會為了王妃大神 跑去偷核心的布偶裝 他不可能做那種悲哩的事 生氣氣 抖M還問 又是封口 他們真的是 他們看不到事情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重大性嗎 OK 不要理他 離開這裡 先去公眾人員座位區 今天 似乎也沒有拍片的樣子 正想實際看看拍片的現場 連電法的停聲音就結束了 你可以在那之後過來看 說得也是 還是 來年曖音氧的氧子 在這封岔面顯示 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線純 噢! よし! 不可以! 不可碰! 不好意思啊 好像笑到你們了 怎麼已經送不到他們 怎麼好像 是不是真的笑到了 不好意思 我只是把好奇 如果自己也將這些 這戲劇性的方式登場會怎麼樣 真是個好戲寶寶 總之我是來調查桌上那張盤子的 難道是想調查安眠藥 沒錯 要調查是否有安眠藥的反應 你說要調查安眠藥的使用證據 是要怎麼做呢 想些情況還是要帶回去仔細調查才能知道 不過為了讓我人在現場做簡單的調查 電視客的人啊 給我這個試劑 如果有反應的話 試劑就會改變顏色 哇 感覺很有趣呢 謝謝先生 趕快趕快 維吉維吉 要表演了 聽到盤子上的試劑顏色也很明顯有變換耶 看來 看來這個盤子上面有藤有安眠藥的績效 我也這麼說 目前搜查的狀況如何了 就在內部正處了天方地步的狀態 有一半的人主張繼續追查核心 那一半主張應該要併更前一方的目標 那CG先生你的意見呢 雖然很不甘心 但我認為核心應該不是兇手 我又做出一件對不起預見檢察官的事了 話說回來 預見檢察官現在狀況如何 而且他心裡糟蹋了 他在休息室的時候 還捏一扁賺了瑞塔菲的紙杯 是喔 害人就說燙傷了 活該 紙 紙杯嗎 紙杯 瓶子 對了 那個小藥瓶後來怎麼樣了 你說那個安眠藥的瓶子啊 對你來說是個好消息 可能藥瓶上驗出的被害人1的5字指紋 這表示 可能就是被害人嚇到那核心睡著的 果然如此 好 所以我們剛才在討論 設立師用的材料 到底是不是那個材料 這個很難講啦 所以是 你 你好 怎麼了 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我在整理演員休息室的 因為我想 河南先生不會再使用這個地方了 欸 為什麼啊 河南先生明天就要被判無罪啦 看來這件事 真的很感謝你們 不過 我 感動的材料 看來這件事 就是最後一集了 欸 咦? 關於異代先生 是 案發當天 他要跑去第二攝影棚喔 咦?不是第一攝影棚嗎? 而且啊 他還偷了 將軍超人的布偶裝喔 咦? 為什麼異代先生要做這種事啊? 咦? 果然 看來那個傳聞 是真的 傳聞 聽說 基層製作人他知道一代先生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一代先生他無法反抗基層製作人 不可告人的秘密? 快告訴我們 所謂不可告人的秘密 這是不想被別人知道的秘密 不可告人的秘密 這秘密我當然知道喔 5年前 一代先生主演的電影都在這邊拍的 就在當時更成第二攝影棚拍的 然而在攝影過程中 似乎發生一些意外 之後 就不再使用第二攝影棚了 當時的舞台不僅 現在還留在現場 那些小木屋也是其中之一嗎? 將...將軍超人又完結了嗎? 是的 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被人在現實世界裡弄出了人命 那... 因為在印度製片場這個地方 往後再也不會製作兒童節目了 喂...為什麼? 我也很不喜歡如此 但是這是印度製片場監獲的方針 為什麼我再也不製作兒童節目了呢? 印度製片場的長官們 希望可以把將軍超人 希望可以把這些不幸的事件遺忘掉 他們不希望任何人提起這件事情 這...怎麼能這樣 太上次主張了吧 難道就不管那些喜歡將軍超人的小朋友嗎? 不用擔心 我想這些小朋友們 一定會很快迷上下一個英雄的 才沒有這種事 如果節目突然結束 大家都很難過的 成...成功能哥 你有幫忙收起巨碼 咦...這...這個嗎 波羅傑要證物的力量 不好意思 有個東西想麻煩你看看 這是... 這是一位很喜歡將軍超人的小孩 他獨自抽取的照片喔 孩子們 這麼人喜歡將軍超人呢 但是 現在卻因為大人決定要把節目結束掉 我覺得製作人員不應該做出這種事情 說得也是呢 我明白了 有沒有我幫你上忙的地方 有的 希望能告訴我們 印度製片廠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否能將五年前的意外事故 詳細地告訴我們呢 我知道了 好吧 我幫我知道了 告訴你們 聽說在五年前某次攝影中 一代先生害死了某個人 害...害死了人 啊 當然那是一件意外事故 之後 替一代先生要下這件事件的 就是基層製作人 這就是一代先生 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所以一代先生 才無法反抗基層製作人 但是 既然是意外的話 為什麼不公開呢 當時 一代先生是大明星喔 所以不管怎麼樣 都能嘗試這個秘密 原來如此 我想請問大神 知道應該比我更詳細 因為從那時候 他就已經在這間製片廠工作了 謝謝 我會去找他的 好 你們怎麼還在啊 你竟然你們這麼喜歡這裡 要不要替大神我在這邊工作啊 大神 好像沒什麼精神耶 大家都很努力想問掉阿代的事情 印度這邊才能夠有現在的規模 究竟是人的功勞 還不是阿代的功勞 大...大神在抱怨呢 怎麼難得 感覺有點危險耶 那... 那個 關於五年前那件事 你這傢伙 究竟是誰告訴你的 這...這個 是監工吧 監...監工 怎麼難哥 就是你工作人員女孩啦 總之 我就是聽到這件消息 誒 廢錯 聽說一代先生 在排隊中發生了事故 把人 把人殺死了 我說你們 像你們這樣 不能挖別人過去的餐吧 這樣子你們很開心嗎 不...不是的 我們只想幫核心先生 你們這樣說阿代跑去偷核心的布我裝 我才不會相信你這種胡瓜道 還說什麼 你們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嗎 大神 很不好意思 但是 我們手上有證據 有沒有證明一代先生 他偷了布我裝的證據 就是 這就是證據 這空病是什麼東西啊 是安眠藥 上面有一代先生的指紋 那...那要怎麼樣 阿代他可能睡過早 宣安眠藥而已啊 那天中午 你吃了帶補牛排對吧 是...是吃的沒錯啊 這是當時 核心先生使用的盤子 上面驗出了暧眠藥 怎樣啊 阿代 他真是可憐 他做出了不該做的事情 大神 拜給你了 我就告訴你吧 大神 我也有點累了 大...大神 的確 就離現在五年前 發生了一個死亡事故 而糟糕的是 被中央記者拍到當時的照片 這張照片引起了很大的風波 當時讓這個風波平息的 就是那個女神基神 她的黑道 有人脈 她就是利用這些人脈 在中央記者入口的 從那天起 那女人就在印度自變場中 快要先霸道了 原來是這樣 不過 我希望你們很了解 阿代他 不是故意的 大神 你們等我一下 總覺得大神永遠可憐 這個 給你們拿去吧 是...是照片嗎 這...這是... 這是當時的照片 這是... 第二攝影房 這小霧霧嗎 那時正在拍攝阿代 在樓梯上和壞人打鬥的場面 最後不小心 把敵方的野員 推到寬散的鐵欄杆上 為... 為什麼這種東西 會在大神手上 很久了一切的事了 我不想說 我知道了 OK 像動機都有了 OK 事情發生當天 因爲現在他穿著超音軍超人布偶裝 在這裡前往第二攝影棚對吧 是啊 究竟是為什麼呢 這個基層製作人或導演叫他過去的呢 啊 什麼男哥 是基層製作人耶 製作人 你好 製作人 你好 真 真笑 你不要急啦 我... 正在看魚 看來他沒什麼話想說 那個 就是事件當天 一旦先生是否有來過 噓 你沒聽到嗎 我正在看魚 其他的是 我沒有興趣 真不難哥 他好煩喔 真是的 何欣先生 他不是犯人喔 這樣一來 這樣一來 這樣一來超人就可以噴噴噴拍下去了呢 哇 已經膩了 這樣一來超人這種東西 飯...飯男 什麼男哥 這傢伙一定是飯男 我是那靈隱加靈隱 告訴我他就是飯男 真是的 光源宇宙導演 如果你真的沒有想討論的男人 是否可以親民移駕到小木屋呢 不過 我不參加 好 我們等一下再出示一些證據給他看 我們先離開 這裡 雖然昨天那位工作人員有來打掃過 喔 不過好像沒有掃得很乾淨耶 因為他拿到將軍超倫的西遊卡 不然已經太興奮了吧 OK 這邊都看過了 好 我們直接出示吧 欸 喔 想說他人都不見了 出示給你看 那個東西 嗯 嗯 是在哪裡拿到的 這 這個 是大廠吧 大 大廠 怎麼能夠 大廠是警衛大臣的名字啦 總 總之 傑森小姐 你替一代先生擺平那些 那些意外 不過也因為這樣 你意思拿這件事當把柄 來威脅一代先生吧 風 咦 什麼東西 風 風 好像變強了 很有趣的話題 我們到小烏木屋 坐下來慢慢聊吧 什麼人哥 他總是想問你去了 哼 你來啦 那麼 請讓我繼續聽聽你的高見吧 怎麼氣氛好像變了 今天小姐 你一直利用這五年險的意外事故 以此威脅一代先生 讓他一直任你百步對吧 所以一代先生 才會以很低的酬勞 演出各種節目的壞人角色 所以你想說我威脅他 事實上也是如此不是嗎 一代先生的確引起的意外造成死亡事故 那怎麼可以這樣 就把一代先生從大明星的位置上拉下來呢 咦 等一下 我有可能做這種事 什麼就把他從原本的位置拉下來 事實在他自己不長進 才會造成現在的狀況 可是 會變得像樣的原因 不是都是因為你嗎 那你也是一起不幸的意外 等等 你們是什麼意思 從剛剛就一直意外來意外去的 你們 憑什麼斷地 那只是一起意外 請 請問你的意思是 理解人力真差呢 如果 但不是意外 還問是什麼 你們自己想想看吧 那 難不成 一代形成它 是虛譽的 是啊 沒錯 證據呢 你有什麼證據 哼 如果不是這樣 這五年來 他會像這樣一直聽從別人的命命嗎 這五年來 我對他可是一直氣死呢 可 可是 警官大人說 那是一起意外事故啊 廢話 那女人 是一代的粉絲 後來有記者拿著照片來到 製片場採訪這件事 那個老太婆憤怒聲搶走那個照片 所以大臣手上 還會有這張照片呢 真是個純老太婆 那種東西 只要底片還在 要負視多少都可以 不過 吃辣如今 這張照片 只剩下你手上這一張的 反正那張照片 交給我吧 你 打不贏就繞人 這 而且一個小墨屋裡 藏得那麼是個大男人 哇 這 這些人是 專家 他們的工作 就是抹滅任何事物 你們 是否會想被抹滅呢 這 什麼 聽說 明天就是做了一天開庭了 真可行 明天的法庭 要請你們缺席了 為 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想要這張照片 這明明是一代先生的不可告我們的秘密 對機神音而言 應該不是太多這種東西 你們 你們 會有很多神仙思考這個問題 那麼 別的兩位 剩下一個 就交給你們了 不要啊 所有人不得動 你們談話內容我又聽到了 機神音 請跟我們到九里一趟 哼 算你厲害 小弟 看來誰輸誰贏 還留到明天的法庭 才能揭曉了 我會很期待 你 你們沒事吧 我就是直接收慢了一點 看來我還要多多努力 清潔先生 非常感謝你 我剛剛好害怕喔 不用客氣啦 這是我們的工作 怎麼 怎麼了 我就是想說這隻牌子 才跑來當刑警的 那麼我還有事情要忙 就先吊死了 有人再會吧 好了全部兩個 事情就要走到最後一幕了 即使很暈 看來他就是我們的目標人物了 我真的笑好可愛喔 真笑好可愛喔 呵呵 請檢察官 請進行開場陳述 在昨天的法律中 辯護人提出了新的假設 那就是命案現場 其實是在第二攝影棚 今天我們傳換當時實際身處在小木屋的正人出庭 希望能釐清各項事實 嗯 一定這傢伙 今天事故比較低調 那麼請傳換正人 那麼在此傳換當天的第二攝影棚小木屋開會的 即使的音製作人 正人請說出姓名與職業 每個正人的名字都不理他 即使音 念多製片場的製作人 正人與暗發大任在第二攝影棚小木屋中 在場的所有人 應該都很清楚事情的經過吧 我討厭明治顧問的感覺 如果非要來這一套 那就等我離開再繼續吧 那麼正人 建議對暗發當日的事情 進行證述 怎麼大哥 這可能是犯人對吧 對 沒錯 我覺得要抓到你的小辮子 大概快中午的時候 我已經入了第二攝影棚的小木屋 歡迎 在中午12點 開始的 一直到下午4點結束 之後 因為有彩排 所以我去了DK攝影棚 當時因為很累 所以叫羽在在 正人會 最後在2點30分時 進行15分鐘的休息 我和羽在 一起在小木屋前吃了帶骨牛排 後來去DK攝影棚 就看到一代的屍體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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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也不是 那麼辯護人 請進行訊問 這次會贈了 加油 你當時是一個人嗎 是 你沒有看到工作人員 座位去露眼 是 你好像不在說話呢 是嗎 在會議中 有人也開過座位嗎 沒有 證人並非來自顯化教廠 你簽一個妨礙證人的證書 你也一樣 檢察官先生 不要隨便拍打桌子 很吵 請問那個大概是幾點的事情 我忘記了 不打算 會議是到4點結束 彩排只是5點開始 事件牆壁是發生在這段時間內吧 硬要吐槽 先等一下 教宇在在 是什麼意思 我剛才講過了 我教宇在開那台箱行車 喔對 好像提到這件事 請問這段時間內 你在做什麼 我要拍桌子 很吵 沒錯 休息時間是15分鐘 有人可以證明這件事嗎 雨在 不 沒有其他人了嗎 有一個人 還不夠嗎 如果事件是發生在休息時間內 那麼當然不可能有時間讓他們吃牛排 有沒有什麼證據 可以證明他們沒有吃牛排呢 怎麼難哥 怎麼樣 畢竟對方 可是優秀的製作人 沒那麼好搞 不過他的證實中 原來才有矛盾的 有我已經抓到了各位 出事 我就知道你會來這招 你說你出了帶骨牛排 但是 這樣是有問題的 什麼意思 請看這個 這是盤子嗎 這是放在工作人員 周圍去的盤子 如各位所見 上面殘留一根大骨頭 當然啊 那是因為帶骨牛排 沒錯 所以理所當然的 但是 請各位回想看看 放在想墨墨外的那張桌子上 但在桌子上的盤子中 根本沒有留下骨頭 吉成小姐 如果你真的吃了帶骨牛排 就應該要留下骨頭才對 也就是說你 連骨頭一直吃掉了 吃個是五骨牛排 根本沒有吃牛排 你各位可以選了吧 選 你們給我選 你們不要給各位選錯 你們不要給我選一這種爛答案 或是二什麼五骨牛排的 選擇時間到了 不要亂選答案啦 這怎麼 你看 成文坦克組出了 擺出的Pose 擺出Pose 你個人說答案是1 你骨頭一起吃掉了 骨頭 骨頭送給狗吃了 好 天你們的 我們各位選1 你把骨頭也一起吃掉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結論啊 成文坦哥 今天是這麼貪吃的我 我也是會把骨頭給留下的喔 我也是會留下的 成文坦律師 我也是會留下骨頭的喔 不好意思 再給我一次機會 也就是說你 你吃了牛排 是沒有帶骨的 如果真是如此 那我們就沒問題了嗎 欸 你說得對 成文坦哥 先好好回想今天小姐的證詞 他很明確只是帶骨牛排的啊 我只是要考驗生效而已啦 騙人 好啦 各位滿意了吧 你在休息的時候 並沒有吃牛排 我想牛排大概是拿去粉化爐燒掉了吧 好 那麼 基神小姐在休息時間 到底做了什麼 這還用說嗎 我們還是選二看看 看他欺負你 在導演 是 有時候你說的話 我真的聽不出來 你是在開玩笑 還是認真的 是 本願希望你能夠認真點 喔 馬上 馬上毀了 當然是去見 將軍超人 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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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逃速喔 沒錯 為了吃牛排 基神小姐走出了小木屋 結果卻當場遇到了將軍超人 之後呢 變像他 他 殺害了 用你那雙手 辯護人 你這發言 這是怎麼回事 成物堂 難道你 無所謂 你想說 人是我殺的 是 有趣 看來今天 總算不會那麼無聊了 好吧 從現在開始 就讓我跟你來 較量教練吧 求之不得 成物堂哥 加油喔 首先 我記得兄弟是 將軍長槍對吧 沒錯 我啊 如你所見 這個肉不驚風的女性 你覺得 我有辦法在那邊自大 揮舞那把沉重的長槍嗎 對話好不好 這個 我不知道 你竟然說 你不知道 現在 是我在講話 你不要插嘴 竟然說你不知道 哪呢 那你隨便說說 你是否能使用 長軍長槍跟對方戰鬥 這件事情 事到如今 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 凶器 根本就不是將軍長槍 你 等一下還說說什麼 要把長槍 當時掉在遺體旁邊的 我最後呢 大家看看證據 能證明將軍長槍 並非本案的殺人 凶器證據就是 正確 不可 2 1 2 1 2 3 3 2 3 4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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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會議當中 在把場槍曾經被折斷過 而將場槍給修理好人物 身為大神 修復的方式 只是用叫彈簾上去而已 這種用叫彈簾的東西 根本不可能刺傷身穿 厚重不活中被害人的胸口 蘇貨我街 辯護人 你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你在自己在說什麼 如果真的問你所說 你真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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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在說什麼嗎 如果真的問你所說 將軍從江 並非兇器 那麼一代他 究竟是怎麼死的 如果辦不到的話 我就不會說出口了 滿自信 真的沒問題嗎 那麼 就請你注釋證據 殺害一代先生的兇器為何 請看看這張照片 這是什麼 站在階梯上的人 不就是一代五字嗎 十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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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保持安靜 本願將終止生理 辯護人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請說清楚 最近五年前 在印度製片場中 發生了一起不幸的意外事故 意外的經過 就如各位所見 由於本起事件被刻意隱匿 外界其實一無所知 其實就有印度內部知道的秘密 你想說當時的意外 跟本案有所觀念嗎 遇見檢察官 你還不懂嗎 你看看這位階梯摔落 胸口 遭到鐵欄杆刺穿的男性 啊 啊 這 怎麼會這樣 發生這起意外事故 是在五年前 耳塘案的事情 現在又再次發生了 正波檀律師 請你繼續 在事件發生當日的 下午兩點三十分 基神爺在小夢屋外 遇到了一代先生 隨時基神教訓他 不知是血液還是意外 將一代先生給 他揮了下去 冷面刷入這鐵欄杆上 就跟五年前一代先生 所造成的意外一樣 也就是說 被害了 一代五字 他當年不居害死某個人 而這次竟然以同樣的方式 失去自己的生命 你 你是這個意思嗎 你說的沒錯 很有趣的故事 你這麼會編故事的才華 真希望你還當我們這邊劇呢 你有什麼想彷彿的嗎 聽好了 有 就假設如你所說 一代是在小木屋旁邊死的好了 但實際上 屍體是在第一攝影棚被發現的 而且 還在貪官某人的不偶裝發現的 要把屍體翻譯到第一攝影棚 還要讓他穿上不偶裝 在短短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內 絕對不可能辦到的 你能解釋我究竟是如何處理這屍體的嗎 在小木屋這邊 只有從兩點三十分開始有十五分鐘的初期時間 在這段時間 將一代五字從階級上推漏並殺害 再將起運至第一攝影棚 最後將它塞進不偶裝中 從實際上來講 這確實是不可能的 嗯 嗯 的確 好 先選個 再成一隻 好 我們先選三 假如我說 還有其他翻譯式體的辦法呢 什麼意思 其實沒有必要勉強在十五分鐘內完成所有事情 其實沒有必要勉強在十五分鐘內完成所有事情 你 我知道你有一個方法 能夠將屍體運送出去 好吧 就讓我聽聽你的高見吧 那麼辯護人 請你出示搬運屍體的方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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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問 想問 在剛剛的正式中 你是如此公訴的 開完會之後 因為有彩排 所以我去了第一攝影棚 因為當時很累 所以叫羽在在 不是一台鄉行車嗎 我叫羽在開那台車 也就是說羽在也是共犯的喔 你將屍體搬到鄉行車上 之後一起移動到第一攝影棚 然後 在其他人集合過來之前 將屍體放入不我中中 等等 駕駛人在鄉行車的應該是羽在導演才對 難道辯護人主張 羽在導演也是共犯嗎 當然不是 哼 機神避他羽在耳目 將屍體抬入鄉行車內 正瞞著羽在 將屍體塞入不我中中 你確定你要如此組裝嗎 誒 錯了 真的是共犯耶 把一體搬進鄉行車內 跟放進不我中裡 都不是僅靠姬色小血一個兩人辦到的 還有 將屍體抬入不我中 也是你那女色導演出味料了吧 因為上頭沾了一代先生的血 我猜想 應該是用那台小型粉黃乳燒掉了吧 怎麼樣啊 機神小姐 你還要再繼續嗎 夠了 看你這副樣子 沒想到還挺優秀的 哼 是我輸了 跟你較量很愉快 成功了 成功了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機神小姐 你就是犯人吧 你就是燒害一代五字的犯人 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 我不懂 什麼 為什麼你會得到這種結論 聽好了 我剛才是跟你較量智慧 較量的結果 是我似乎有可能放行的機會 沒錯 但終究只是可能性 事實是不是真的如此 那是另一回事 你 又沒有決定性的證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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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 書記 遇見檢察官 你怎麼想 當然 正人說的是正確的 你遇見到這個反應 證明正人確實極入可依 但是確實沒有證據證明 以前那傢伙在猶豫 現在是怎麼了 我今天是以正人身份來到這裡的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那我要走了 可 可惡 該怎麼辦 請你再提供證數 再一次嗎 真是死神亂打的男人 挺好了 就算我再次提供證數 我也會只會跟剛才講出一樣的話 而且是一字不差 一模一樣 這樣的話 你要怎麼辦 你做同樣的提問 然後聽到同樣的答案 這根本只是浪費時間 可…可惡 那麼 既然已經沒有問題的話 本願在此宣布 結束對基層消息的詢問 你怎麼了嗎 意見檢察官 原本想提出意義的時間內 思考提問的問題 但腦中沒有酬緒 這樣子啊 請等一下 正人 請你再次提供證數 你不是檢察官嗎 為什麼連你也都對我死成爛打 總之 我想再聽一次正人的話 審判長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要我重複剛才的內容嗎 約見檢察官 本願不允許讓正人 進行同樣的證數 請問你究竟想讓正人證數什麼 這…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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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個… 我想請教你 發現遺體後的事 發現遺體之後 我知道了 那麼正人 請提供證數 呃… 成長哥 為什麼遺體檢察官 他… 不知道 但是他應該也發現了吧 誰才是真兇 可是可是 他不是擺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的說 我的原則 就是讓所有被告被判有罪嗎 遺體 OK 發現一體時候 雨傘跟大長警衛都在場 因為工作人員女孩也在 我也不在了 只有核心 那麼馬上就報警了 核心也在之後趕到現場 大長警衛在著大鬧 指著核心說這傢伙是犯的 危險在場的人 當我沒來過 然後就先回到小木屋 去拿劇本和演出筆記 當天 我就這樣回家了 嗯 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我不會認為這些證書 有什麼問題 但是成步堂律師 還是先進行詢問 成步堂哥 只差最後一步了 他已經是在逞強 他其實被逼到絕境了 只能找出關切證券 我們一定能贏的 好 快結束了 各位冷暖一下 因為彩排的時間集合是5點 所以應該是那時候吧 請問你在導演 大概是什麼時候到攝影棚的 大概是集合時間的10分鐘前吧 我有可能在這段時間做出 將野鐵插進步堂中的事喔 嗯 最後一問 當計程小姐到達攝影棚時 其他工作人員呢 都還沒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有時間要與這個導演幫忙 把野鐵放進步堂中 你等一下 所以我剛才不是說人嗎 我沒在這段時間中 做出移動遺體這件事 別人的話要仔細聽好喔 小弟弟 我沒有覺得他跟他說出一件很重要的話 他本人是這麼說的 沒有人去見他過來嗎 屍體 啥 眼前出現一具屍體 怎麼可能保持冷靜呢 別人說是殺完飯 你還不是那樣冷靜 這是正眼說瞎話 先等一下 這不是和常理相反嗎 相反 發生了羞傷案 而此時就有一個人不在現場 通常都會想去找生那個人吧 的確如此 你怎麼說呢 正人 哼 在理論上或許如此 但實際上 我們真的沒想那麼多 而且 核心如果不穿將軍超人的布偶裝 就很不顯眼 我們經常把他忘在街拉車上了 既然如此 那就沒辦法了 那麼正人 請你繼續 在這段時間內 請問各位在做什麼 所有人都不發意 陷入很深很深的沉默 然後 終於醒來的核心 就在這裡的時候到了 他喊著 我 我來死了 只來是我 結果這句話 那現場氣氛變得更加臨重了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誒誒誒誒誒誠不男哥 為什麼會臨重 我覺得這句話還挺有趣的 感覺可以和緩到沉重的氣氛呢 大廠 哦 這是那位大神啊 大廠為什麼會說核心先生就是犯人呢 因為他說 他看到核心前往攝影棚的樣子 刑警只憑大神正言 就逮捕了核心先生嗎 不知道 我後來聽說 他似乎有給刑警一些照片 就是拱門上監視器拍照的照片 畢竟 他只要提 一提到一帶 就會失去冷靜 要大家當 你們沒來過 對 雖然其他人都有接受警方的調查 但我最討厭這種事 怎麼可以做這麼任性的事 印度製片場的人 都很會為人著想 他們知道在開會的我們 不可能是兇手 所以才幫忙隱瞞 真好意思說 要恐怖大家不要說出去吧 劇本跟演出筆記 那是很珍妙的東西 萬一被偷就糟糕了 的確 說的也是 請等一下 你們應該是為了彩排 才前往第一攝影棚的 為什麼你們沒有把劇本跟筆記帶去呢 因為我認為彩排 應該是無法如其進行的 這是為什麼 因為發生了羞殺案啊 這還用說嗎 這樣的情況下 怎麼可能進行彩排呢 說給一對 嗯 讓人轉來 簡訊去證述 整人 欸我才真想講這句話就被你搶走了 你剛才發了點問題 什麼 聽好了 你認為今天不會有彩排 所以沒有拿劇本過去 這聽起來就好像 你在離開小木屋之前 早就知道那裡會有屍體出現了 我以為是主角打破 叫一個玉劍給我 給我打破 玉劍檢查官 你剛才的發言 確實說的沒錯 但是 這實在不像是前方會採取的行動 簡直就像是個辯護人 很感謝你的關係 但我該採取什麼行動 由我自己決定 好了正人 請你回答 被 被玉劍搬了一把 哼 原來檢察官 跟律師是一夥的嗎 算了也好 我剛剛 並非這個意思 我認為波爾的彩排 是有合理理由的 請你修正你的證書 因為一代受傷了 沒辦法拍攝動作橋段 我才沒在劇本的 為什麼你會知道他受傷 你問我為什麼 是羽在 我聽他說的 羽在導引嗎 等一下怎麼等個 剛才的證書 你仔細想想 我兩邊不對勁喔 我錄的要什麼嗎 如果現在沒辦法找出問題點的話 我們過去所做的努力 都付出流水了 我相信陳牧坦哥一定辦得到的 所以加油 OK來囉 好 出了這個 讓你死掉 一代先生收了傷 請等一下 受傷的人是將軍超人 是核心傷難才對 你 你說什麼 陳布朗律師 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代先生 確實當天是駁著腳走路的 但這純粹是為了假扮核心先生所做的演技 什麼意思 在尚武的會議中 確實有人受傷 那傷亡是核心先生 並非一代先生 為什麼會誤認受傷的人是一代先生 是羽在 我是聽他說的 對了 已經是他認錯人了 這是不可能的 羽在導引有參加尚武的會議 所以他也非常清楚核心的腳上 他絕對不可能認錯人 基神消息你 一定是聽錯了 我們解決他 其實你 親眼目睹了脖著腳的一代先生 可是 受傷的人應該是核心傷難才對吧 此刻 請大家回想一下 一代先生當天不有脖著腳嗎 為了假扮核心先生 啊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他穿著將軍超人不合裝 前往第二攝影棚 直到被殺害為止的這段時間 沒錯 基神小姐 你確實與脖著腳的將軍超人見過面了 但是當時穿著將軍超人不合裝的人 是一代先生 屬於你 還會誤認受傷的人是一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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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什麼話想反駁嗎 你還有什麼話想反駁嗎 這次他一定沒辦法反駁了 那 那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希望一代死的理由是什麼 雖然他現在已經落魄了 但他好歹也曾經是個巨星 他死了 都有什麼好處嗎 恩 也就是所謂的動機師吧 說的也是 那為什麼要殺害被害人 目前這個理由 還不清楚 怎麼樣呢 辯護人 你有辦法證明他的動機嗎 我知道了 那我就提出證據吧 證據就是這個 這是 剛才的照片嗎 這張照片 說明了本起事件的動機 沒錯吧 基神小姐 五年前 成為點線巨星的一代先生 引發意外 藉由基神印的力量 把消息壓下去 這次的事件 其實從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很不幸的 一代先生自從此事件發生後 左心的落魄 失去他身為絕心的地位 我想他的內心 應該充滿了罪惡感吧 但是 基神印利用這樣的一代先生 用極端敵人的報仇 不亂拆遣一代先生 哼 那麼這是貪官魔人的角色 也是因此決定的嗎 對一代先生來說 這大概很屈辱啊 前年等一下 陳布朗玉師 從剛才開始 你就一直在講 依賴先生的事 聽起來就像 像是在講 依賴先生 殺害基神小姐的故事一樣 為什麼不講 基神小姐的犯案動機呢 沒錯 照你的說法 對我來說 依然它是個搖錢樹 這麼方便拆遣的人 我怎麼可能捨棄它 綿護人 聽你說它的動機 這邊我自己來 我知道了 動機是什麼 我一直想到這張照片啊 不是 對吧 你為什麼可以特別說明的動機 你說什麼 他只是把一代先生從街上推了下去 被懷著殺 以襲擊的自己 的一代先生給推了下去而已 什麼 道理很簡單 懷著殺意的 其實是一代先生 你 你說什麼 聽好了 一代五字 用了安餘料 那核心先生睡著了 一代五字 還潛入演員休息室 偷走布偶裝 一代五字 穿上布偶裝 蒙騙大神的雙眼 最後一代五字 還去了小木屋 這一切 究竟是為了什麼 一切都是為了要殺死不論利用自己的基神印 是你笑的手吧 對 換人 就是我 就是我基神印 快叫醫生啦 快點 有 有 有了好多 會不會已經鳴救了 啊 基神小姐 這究竟是 是 怎麼了 我發生什麼事 托斯先生 從小木屋的階梯上摔了下去 托 托 托斯他 基神小姐 輕易冷靜點 這 這不可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是意外 在一代先生的動作橋上中 發生意外 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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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能碰他 基神小姐 不要 不要死 求求你 求求你 恭喜你 陳牧堂律師 是我輸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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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見檢察官 那麼 本願宣布核心上的判決結果 無罪 本日就此必定 那麼 本日就此必定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是的 只是 第六協助他偷走我的不容裝 這代表他想要殺害基神製作了後 把最終連同整個不容裝都推給我吧 只有這件事讓我很難過 想不疼先生 這是為什麼 咦 情報數 為什麼一代先生要陷害我 我猜是這個啦 應該是這個 這是因為你是將軍超人啊 請問這個意思是 一代先生過去的場戲是位巨星 但今天卻輪流到 飾演兒童節目的訪派角色 小孩子們最喜歡的是將軍超人 因為他才對你嘗試嫉妒之心吧 果然是這樣啊 只要他跟我說一聲 我隨時都可以跟他換角色的 很感謝你 接下來我就可以 真正迴避這起事件了 真的太好了 感謝你 海山先生 沒什麼啦 各位各位 我可以繼續扮演將軍超人了 我可以趕快充滿了憨錯味的不容裝 請問怎麼了嗎 請問怎麼了嗎 不 沒事 沒什麼事 陳 陳慕堂哥 預警檢察官來的 陳慕堂 你說點話吧 我這人 補條會型話家常 喔 是喔 預見 真是遺憾啊 一開口就這種話 謝謝你 要是沒有你的協助 最後恐怕會讓基神消消耗法外 不好意思 我叫何希 我叫預見 我經常在電視看到很精彩的演出 陳慕堂 我們今天在這機會下 又再度相遇了 但是 我跟你是不該相遇的 因為你的緣故 我的心中謀生的多餘的一個情感 多餘的情感 那就是不安 還有迷惘 這並不是什麼多餘的情感吧 對我來說 都只是障礙 聽好了 陳慕堂容易 請你再也別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只是來告訴你這件事 那個 陳慕堂先生 當成那位是你的朋友嗎 怎麼會 那怎麼可能是朋友 是敵人 敵人 對吧 陳慕堂哥 現在是敵人沒有錯 咦 為什麼要說這種 語帶玄機的話 那告訴我 這起事件 就這樣落幕了 我在法庭中 揭開了一代先生 引發了意外事故 這個消息在社會上 引起巨大震撼 然而正因如此 印度製片場 又再次改變方針 全天繼續製作兒童節目的系列做了 陳慕堂哥 請節目先開播 我們要一起看喔 沒想到還真的製作了 陳慕堂哥這次也要買集幻卡喔 陳慕堂哥跟那個九胎小弟 和那位工作人員女生 交換卡片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不過這太好了 和那先生又當成主角了 知他終於會露臉了嗎 呃...我想應該不可能露臉 故事完結 好累喔 好 第四張了 成檔 好 來做結尾吧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R還有追蹤 謝謝大家會喜歡逆轉裁判的劇情 OK